三百五十七集 史副院长兴奋说道 就是这里啊 关于腰椎滑脱 以及腰底椎引炼的中医治疗方案 真的是鞭辟入礼啊 不瞒你说啊 我是中医出身 也一直在思考着怎么治疗这两种腰部疾病 每次到了关键地方 思路便会堵塞 现在看到你这边心得上的阴阳五行四个字 才豁然开朗啊 中医讲究的就是人体的阴阳五行 要是不结合这个理论进行研究啊 且不是舍滚珠墨吗 我还一个劲儿的瞎想呢 是我愚钝 是我愚钝呢 史副院一边摇头 一边满是感叹 对刘琴钦佩不已 而一旁的刘琴 则是听得一头雾水 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什么中医 唯一选修了一门中医公共课 还是中医饮食 营养学 至于史副院长说的什么阴阳五行啊 他更是一窍不通啊 不过见史副院长对自己如此的夸赞 他也装出了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细数手下 献媚说道 这都是您领导有方 其实我对中医呢 也是所学甚少 如果拿理产数都不好 还需要您多加指证 多加指证 哎呀别别别别别 你可折杀我了 单凭对于这两种腰部疾病的治疗见解啊 你的水平啊 就早已远在我之上了 是我需要多跟你学习才对啊 史副院长慌忙说着 语气中卖是静意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个刘琴的中医水平 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准 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中医 都不一定达到他这个高度 宝藏啊 这个刘琴绝对是他们医院的宝藏 哎呀史院长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就算再有能耐 照样不是您的手下吗 刘琴笑呵呵地说道 你放心 我这就跟院长请示 将你列入精英人才 培养计划中的一员 一有高层岗位空缺啊 肯定优先提拔你 史副院长拍着胸脯担保说道 哎呀 哎呀 这那我可得好好谢谢您了 刘琴笑得花枝乱颤 心里头兴奋不已 进了精英人才培养计划 那就相当于步入了快速晋升的通道 应该的 不过我有一事想不通啊 史副院长看着心得 他纳闷说道 你正好端端的写着迎新报告的体会 你怎么突然就接到了治疗腰椎滑脱 以及腰底椎引力的中医方案上来了呢 他紧锁着眉头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 你可以写 但是这儿弯拐的也太急了吧 上一句写着 史副院长的演讲让我感触良多 下一句就是 毕人关于治疗腰椎脱 以及腰底椎引力的见解 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其实呢 这是林语接了江炎的话瞎写的 因为没什么东西可写了 就写了个治疗方案 反正他觉得 这么乏味的东西也不会有人看 不过 是刘琴弄个面子工程罢了 没想到这篇心得 就偏偏被董中医的史副院长看到了 而且还佩服个五体投地 啊 这 面对史副院长的质问 刘琴顿时满头冷汗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毕竟心得上面写的那些个什么 他压根都不知道 史副院长见他没说话 抬头望了他一眼 接着咧嘴一笑 看看我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太晚了 头脑疲累了 写着写着就写混了呗 他猜测指定是刘琴写累了 为了应付事随便写了些内容 但是没想到 他这应付了事的内容 水准如此之高 让他着实是心悦成福啊 对对对对 不瞒您说 我昨晚真的太累了 脑子都成浆糊了 说实话 我现在都忘了自己写了些什么了 刘琴赶紧借婆下旅点点头 要不回头我把这份心得复印一份 拿回去再好好看看 好 我这就给你复印 石副院长办公室里有复印机 他立马给刘琴复印了一份 让他拿回去慢慢看 刘琴出了石副院长的办公室门 这才长出了口气 看了眼中的心得 上面关于中医方面的治疗方案 他是根本看不懂 忍不住有些诧异 这个江炎不是个内科大夫吗 怎么中医水平如此之高 回到他们科室 刘琴静止走到江炎的办公桌前面 拍着桌子冷声说道 我让你写心得 你写了些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啊 你好好研究你的内科就行了 以后少搞这些华而不识的东西 这次就算了 下次你再敢乱写乱说 我立马让你滚蛋 说完 他立马转身走了 因为他有些心虚 毕竟自己因为江炎写的东西 才受到了副院长的赏识 他之所以骂江炎 主要是为了吓唬他 不让江炎暴露心得里的内容 省得坏了他 在使父院长心中 刚刚建立起来的精英形象 其实他不知道 江炎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那心得压根不是他写的 他见刘琴这么生气 立马也暗骂了林宇一句 猜呢 肯定是林宇瞎写了什么 不过 不管怎么说林宇替他熬夜 他也没太在意 反正应付过去了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林宇辛苦一晚上的成果 就被别人这么渔翁得利了 晚上沈玉轩果然是如约赶到了京城 跟他一起的还有周晨 他开着林宇的法拉利 周晨开着他的兰博基尼 跟他们一起来轮班开车的两个员工 已经被他们打发走了 行啊 可快的 林宇下楼看到他俩之后高兴得不行 看到这两张熟悉的面孔 他实在是无比亲切 沈玉轩特地踩了两脚油门 法拉利后卫 立马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怎么样 家荣 想我们了没 玉轩 低调点 这里可是京城 周晨有些谨慎地提醒道 京城怎么了 京城咱哥儿几个照样给他踩下来 沈玉轩颇有些霸气地说道 他这次来京城 可是揣着雄心大志来的 势必要将合计凤元祥 做到华夏第一 当然他承认 他全部的底气都来自于林宇 你瞎说什么呢 隔枪有耳 周晨四下看了看 提醒沈玉轩一句 林宇呢 不由笑着笑 这周晨还是如此的谨笑慎微啊 忍不住笑道 无妨 让玉轩说就行了 他说得对 我们的名字 迟早会响彻整个京城呢 周晨忍不住摇头苦笑 他说道 家荣 不瞒你说 我这次来就是跟玉轩做个伴 顺路帮你送车的 明天就得赶回去了 大老远的来了 多玩几天呗 林宇皱了皱眉头 急忙劝道 你再忙也不差这两天吧 真不行 家里面一大堆事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周晨无奈地摇摇头 那你什么时候把你们家的拍卖公司开到京城啊 林宇好奇地说道 这个啊 我考虑考虑吧 看到你们都来了 我也情不自禁 萌生地想过来的想法 周晨笑了笑 环视了一眼繁华的京城 眼神中颇有些向往 晚上吃饭的时候 哥仨好好的续了续就 吃过了饭 林宇便带他们去了云锦会所 顺便叫上了何锦奇 一听到沈玉轩和周晨都是林宇的好兄弟 何锦奇格外地热情客气 一口一个轩哥 陈哥叫着 给足了林宇面子 本集结束了 拜